回到節目的時間 今日設計空間 和大家參觀北角一間 新內設計公司的店舖 設計到好像住宅單位 讓客人更容易了解自己的設計風格 和幫客人表達他們想要的設計效果 一齊看看 因為我已經設計好 他們很容易知道我是做甚麼風格 而他們選擇風格時 都很清楚自己是要我這一種 還是不要我這一種 這個幫助就可以清楚一點 例如很多東西有些現板 他們比較容易想 就不會說是妄想 這是一間新內設計公司的地鋪 佔地入網一千呎 佈置到好像住宅單位 設計師希望可以營造舒適 和輕鬆的氣氛 加強與客人的溝通 走機是現代版的古典風格路線 因為香港一般單位面積比較小 而且一般香港人都不喜歡累積 簡化了的古典設計 客路就會更加闊 好像這套餐桌椅 混石台面再配合用左鏡桿造的桌腳 令到感覺點雅得來 又不失一份現代感 如果每一張椅都好像這張一樣 靠背有比較複雜的雕花 就會令到整個空間看起來比較累積 改為只擺放少量款式比較特別 其餘都是線條簡單的 感覺就會輕鬆一點、舒服一點 想將一些設計古典的傢俬 改為現代感較重 除了簡化線條之外 亦可以從物料方面著手 以前走古典風格的梳化 會用櫻面 現在就會用皮 再加鍋釘 這間屋一般來說都很古典的層色 我想製造少許黑色來做主題 因為有黑色的感覺就新潮一點 看下去 這個櫃其實是一個暗櫃 真的可以開得到的門 這些櫃桶也是可以開的 好處就是想像一個焦點 給這個廳看下去 好像有一點影院的感覺 還有我做了微斜的 想它有一點新潮一點 要新潮一點 還可以配襯一些大有鏡鋼物料的茶几 LED燈擺設等等 這裡亦示範了可以怎樣佈置天花 好像這邊部分天花刻意流空 樓底比旁邊的高一尺左右 設計師說可以令室內更加巨層次 至於開放式廚房的一邊 原本有兩條不對稱的陣 設計師索性加兩條假的陣 令到天花保持平衡和對稱的效果 設計師說不用那麼多假天花 就可以令單位感覺沒有那麼局促 但無論畫圖還是跟進工程 都要花多點時間 就算了